来 所有们 玻璃冬菲萨 来了 哈喽 所有们 大家好 我是老赵 今天的话呢 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最新的这个洞子 这个洞子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是有水管在冲的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采金还有冲这种MC 是二合一的 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种洞子的话呢 在这边叫做金洞 叫做冲金子 但是也会随着这种MC也会有 它是冲出来过上地的时候的 黄金就不用说了 大家看到后面是土层 这种是出黄金的土层 接下来我把镜头翻转 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这种最真实的这种金洞 很好嘞 然后这是我们家的中原啊 超过来这个找MC的 上面这个就是 立黄金的这种塑料的这个底板 通过水流的这种冲刷的话呢 黄金会吸附在下面的这个塑料纤维上面 然后下面的话 它再把这些石头给它扒开扒开 然后最终我们冲完的话呢 把这个垫子 拿到上面的这个水口里面浸泡啊 就可以把这个砂金递出来 然后我们提炼的话呢 提炼完之后就可以往国内发了 然后下面就抽下面的这个湖上来的这个水啊 有玩过金矿的老板就知道了就懂了啊 我们就是小心的金矿 黄金的话呢 它基本上可以回本 像这边的话 黄金产量还是比较高的 左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石脚了 大家很熟悉是吧 熟悉老少都是 左边这座山的话就是我们的石脚 我们白天的话呢 那边也会再挖 但是下午就没挖了 就是早上和晚上啊 因为下午太热了 你看这个天 40多度 万里无云啊 嗯 你看这个 来 车友们 玻璃走翡翠 来了 这个是水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叫兰花的啊 很漂亮的 这个 重是很接近翡翠的啊 但是它硬度的话 没有翡翠那么硬 不值什么钱啊 OK 车友们 今天的话呢 就是大家来简单的感受一下 想实时关注我们洞子出段 或出不出黄金 出不出翡翠的 可以每天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在这里的话呢 每天我们都直播的 我看到没有 可以在那里直播啊 感兴趣的小友们 可以每天来 新闻的直播间啊 OK 小友们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